吊砂梭 哈囉,大家好啊 今天來講一下這個釣砂梭 因為很多人問說,砂梭怎麼釣 其實砂梭算是一個攤料裡面蠻基本的入門的這個釣魚的魚種 那其實我本身來講釣砂梭 其實很久以前有釣啦 可是後來間隔就沒有在釣 因為對這個釣砂梭其實就是好玩而已 可是玩個幾次就比較不會想再玩 因為畢竟,砂梭這種魚雷在我們西部海岸 大部分比較小一點 除非是到了冬天之後去南部 或者是說做這個罰釣 才會有比較大的這種燈管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釣砂梭怎麼來釣 那砂梭其實它有分為兩種 一種是白的,一種是青的 主要是根據它的這個 魚的這個背棋的這個特徵來分類 那一般來講我們在西部海岸釣到的應該都是這個白砂梭為主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釣點 那其實我們釣砂梭的釣點非常多 只要有沙灘的地方原則上都有機會 那幾個我比較常去的 這應該說今年比較常去的地方有觀察到的 像這個線溪有沒有 線溪還有什麼?溪體嘛 溪體有時候有的時候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去的這個院裡 這幾個 那當然還有其他地方更遠的像白砂屯啊 甚至更遠的像北部的金山啊 還有蘭埔啊之類的 其實這些地方多多少少都有去看過 但是可能最近現在的時間比較沒有辦法允許跑那麼遠 不然其實白砂屯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的這個沙岸非常廣 而且魚量也非常多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這個釣點選擇之外 第一個當然是要選擇有沙灘的 有沙灘的 那有一些地方它會混有沙灘跟礫石 就是石頭 像我之前去拍攝的這個院裡的南部的這個 院裡漁港的比較屬於南邊的這個 海岸 它就裡面退草之後它就有石頭 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話 建議你甘草的時候去看一下 甘草不一定要釣啦 其實甘草如果說你想釣也可以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這個釣的時機 我釣的時機要用什麼時候 那時機的話其實還蠻重要的 其實殺出這種魚的話呢 它比較偏向於這個熱帶的 所以一般來講是在這個春末的時候 到這個夏季的時候 那通常我們抓的時間大概是幾月 其實是7月到9月到中秋節的這個前面 那你中秋節之後勒 當然這個跟氣候有關係 如果說當年度的氣候非常炎熱 它可能這個沙縮期就會比較延長 像今年就是了 我覺得今年的殺出型應該比較長一點 那如果說你在這個9月之後有沒有辦法釣到 可以也可以釣到 可以釣到老縮 它可能要拋得更遠一點 那如果說是在這個時間比較忘記的話 其實不用拋太遠 大概拋頭的距離 有一個三四十公尺就已經算是很遠 這時候就會有了 甚至你可能拋個二十公尺就有了 還有什麼時間 就是說原則上呢 就是時機的話就是要水要清的 水清 避免說其他的雜魚 來咬 有可能會有成載釘之類的 那當然水清也是他喜歡的一個關鍵 那水清 而且浪 浪其實要小一點 那通常呢 通常在夏天的時候還是吹南風 我個人的觀點裡面就是說 南風吹起的時候 可能第一天南風還很大 第二天南風慢慢變小 我發現南風慢慢變小的時候 其實咬晃會越來越好 這個是一個特色 那當然如果說 有下雨 下雨的時候 通常釣的時候 就是不咬 下雨的時候 趴趴雨 可能就整個散掉了 他就不會咬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膽小的魚類 他遇到一個驚嚇 就躲到沙子裡面去 所以呢 如果下雨的時候 通常就不會 不太會咬 或者是說颱風過後 颱風過後 通常也不用去釣 大概颱風過後 如果 又有浪的話 又有下雨的話 其實這個 效果是非常差的 你可能只是去那邊吹海風而已 所以咧 這個是一個關鍵 就是南風 南風 那還有什麼 情況咧 就是說咧 可能如果說突然風向改變 改吹北風的話 這時候可能要拋頭 要拋遠一點 比較會有機會 好 這個是他出現的 那至於說 釣什麼 你要釣的這個 掌槽還是退槽 其實殺作祭 其實不管你是釣 掌槽還是退槽 其實都無所謂 那如果說你害怕的話 其實你可以滿槽退 滿槽退 大概五分的時候去慢慢去釣 就釣到乾槽翻掌 那魚的其實有時候咧 也不見得是乾槽翻掌會大咬 有時候是滿槽退的時候大咬 像吸體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你釣到 釣到一個時間之後 在乾槽 欸乾槽就不會咬了 乾槽翻掌就開始咬 那有時候還是滿槽的時候 滿槽退一點點的時候 就開始大咬 所以說實在的 釣殺作也有一點運氣 就算是在忘記魚很多的時候咧 那線溪的話 這幾次看下來 也是有人釣到 但是我覺得 也沒有那麼穩定 但是也可以去釣 反正 但是我去線溪跟這個 吸體 就比較想雞釣 就比較不會去釣 可以釣什麼 除非 這真的沒有什麼魚 那可能就會拿起 踢到在那邊亂甩 有沒有 他還是會吃啊 我吸體那個 他說要吃煉的 OK啊 釣個幾條 好 玩一下也OK 好 那再來就是 釣這個的釣組 釣組 釣組的話 一般來講 為了避免打結 我是覺得咧 我們是用這個 這個天平釣組 天平釣組的話 其實 這個 因人用的而異 一般來講 你去釣具店 就可以去買到了 他其實他天平釣組 他很類似一個 蹭嘛 他底下這邊 有沒有 所以這邊就是綁你要的 綁你的母線 然後底下這邊就掛一個 一個重錘 對不對 然後這邊又可以掛你的 連勾 有沒有 連勾 那一般來講 如果魚很多的時候 你可以掛到 十連勾 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 掛個五連勾或七連勾 我就覺得很多了 有人會把兩個五連勾結起來 變成十連勾 準備竿子 像我那個竿子 大概是用到多少 我是用大概八尺竿 八尺竿左右 如果你要拋得更遠 或是你的釣組更長 那當然可能要用更長的竿子 避免你的 拋頭不順 因為你如果說你那個 線組太長的話 你一收 就收到你的竿子的尾巴 你怎麼拋 對不對 所以 原則上 那竿子也不要太軟 通常 大概是 三號以上 如果是雞釣組 至少要三號以上 因為你掛了牽 可能是有一兩的 那當然這個就是 一般來講 很多人是用遠頭竿的 但是我是用萬用竿 又方便 機動性 你主要是機動性 因為 你在釣沙座的時候 其實是在找魚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沒有魚的時候 你就要往不同方向去拋 那如果往不同方向去拋 又沒有的話 就代表說 可能這個區塊 這個地方 魚暫時沒有進來 這時候你可能要換到 換到旁邊一點 所以你要有機動性 所以釣組來說 用天秘 那當然還有人用更簡單的 就是 倒釣 倒釣很簡單 倒釣是 你的母線 上面綁你的母線 然後它的鉤子 然後底下是綁一個重鎚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倒釣 倒釣的釣組就是這樣子 這兩種方法 算是釣沙座滿常見 那有什麼差別 有人說 浪大的時候呢 我就要用這個 倒釣的釣組 浪小的時候用天秤 其實我覺得還好 其實天秤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殘線 所以我覺得用天秤是 很ok的 那浪大跟浪小的時候要怎麼去控制 其實 在浪小的時候呢 我們竿子可以仰起來 仰起來讓它這樣子稍微有個弧度 然後再慢慢收慢慢收 讓它刷針抖動 那不要收太快 那當你有這個魚在咬的時候 竿子會抖動 這時候停下來 你的竿子就往下放 往下放的時候呢 它周遭的這個砂桌就過來攻擊 攻擊的時候呢 大概過個幾秒之後呢 再仰起來 再繼續收 那如果抖動很厲害的話 代表說已經很多魚了 這時候趕快收回來 避免脫鉤 那如果說浪很大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就建議你 拋出去之後呢 你稍微側邊 側邊有點 因為如果是天秤 它比較容易浮起來 所以這時候你稍微往旁邊貼 然後捲 捲上來 那當然這個 有人這個地方不會夾籤 但是有人這個地方會夾籤 如果說浪大的話 建議你這邊夾籤 可以讓它比較貼 貼底 那鉤子的話呢 當然 我是建議至少用五號鉤 之前前陣子可能魚還很多 現在魚呢 很多人在釣 那我發現到說有很小的也在抓 其實我覺得 這個永續發展 所以我們抓我們夠吃的就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用五號鉤 五號鉤 六號鉤都可以 因為現在的魚體也比較大 所以你可以用五號秋田鉤 五號秋田鉤來掉 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這個配備的話 就是一些小零件啊 或者是背一個比較輕一點的冰箱 方便你機動性 那還有就是衣著方面 不建議你穿短褲 其實很多人穿短褲 如果說你越過一個有風的地方的話 那沙子很多 可能你會被打到不要不要的 當然穿短褲也是ok啦 我是習慣穿長褲啦 因為避免發生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地方有膠炎 所以我是不會穿拖鞋 我還是堅持穿這個防滑鞋 還有穿長褲 然後袖套 戴帽子 這樣子 我是覺得釣魚就是 就算是海灘也不能夠大意 因為海灘上你也不知道 海灘上沒有垃圾 垃圾裡面可能有玻璃 你可能會被刺到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一點 好 那還有就是用完的魚鉤 你也不要亂丟 因為有可能下一次被鉤到就是你自己 吊耳是什麼為主呢 起來這邊 吊耳當然很多啦 就是因人而異啦 有的人會用什麼 一般我們用最常見的青蟲 那我這個教學影片 就教大家青蟲肝的製作 這個可以試試看 那當然還有人用什麼 紅色的物體 紅色什麼 橡皮筋 其實我用下來發現到 紅色的橡皮筋 其實 除非魚真的 沒有被超過 不然的話 他其實都是零星的咬 知道嗎 沒有到那個狂咬的症狀 那再來有釣友就是 建議說用什麼 小卷 小卷可以把它染成紅色的 這也OK 那至於說其他什麼紅蟲啊 跳蟲啊 其實 比較少見 像我用過的紅蟲 我覺得紅蟲比較軟爛 雖然是紅色 比較軟爛 所以比較會脫落 我反而覺得用青蟲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應該還有很多啦 很多可以用 我都有測試過 那有興趣可以自己再測試一下 那原理上這就是釣砂說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剩下就是 我是覺得說 當你 這個地方沒有魚殉的時候 有可能是時機不對 也有可能是 剛好魚沒有進來 或者是說 你的耳料 你的耳料可能要換 或者是你鉤子 如果說你翻牆一直脫鉤 代表鉤子可能不利了 這時候你可能要更換新的釣 釣組 就是鉤子重綁 或者是更換新的釣組 那這個釣組的話呢 可以自己綁啦 當然 我一般都是買現成的啦 沒那麼多時間啦 其實現成的一副也沒多少錢 所以可以這個試試看 那捲線器的話 在2000型 3000型就很夠用 不要太重 不避免說你在移動的時候 會發生困擾 除非你那個地方很多魚啦 就固定在那裡 那你用那個 重的遠頭竿去拋也OK啦 對不對 那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在留言交流吧 好 就這樣子 我們下課啦 掰掰